春节检疫三个方案 其中最新的7加7 带大家来关注 除了入境者需要完整接种疫苗14天 同户同住者也需要完整的接种疫苗满14天 而针对这个非居检者 他在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前7天 也必须进行两次的自费家用快筛 不只回国三采PCR沿上加盐 同住家人也得筛两次 在入境者返家后 前7天不可同防卫与同处共食 可外出但禁止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中央给方便不能随便 违规可罚百万元 民众春节返台 订不到防疫旅馆 可以订公家的集中检疫所 那么指挥中心是释出了 两万一千六百间的量难 第一阶段在今天早上十点开放预约 三方案订不到防疫旅馆 仅7加7可自费住及检锁 第一阶段开放12月31号前入住 第二阶段11月23号预定 开放2月5号前全时段入住 但地点只能宣北中南区 无法指定检疫所也不能改其退款 但有台商第一时间预约 已经约不到 大家可能都在这时候上网 他没有VPN 他没有办法翻墙去预订 所以这一件也是蛮麻烦的 另外还有民众符合7加7 想退回之前预订集检锁 第二周费用 致电1922得到 问哪个单位都一样退不了 对此衣服会澄清 没这种事 这边我们可能会提供给他一个 申请书 就是填写之后 那就是跟我们提出申请 我们就会退费 语言方案14天集检锁 一晚两千元14天两万八 和7加7规定一晚一千五 扣掉七天等同可退 差了一万七千五 但退费程序不会显示在预订平台 留聚见者提出申请才专案处理 春节返乡 时间金钱已经耗不少 能退费就别跟钱 过意不去 TVB新闻张敏如轩彤 泰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